走进社区关怀据点 勤快的音乐伴随着体势能老师的带动 台下的长者努力跟着动起来 笑得好开心 通常来讲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大哥大姐 他们都比较害怕面对的就是肌扫症 那其实在肌扫症部分 其实就是要多让他们多活动 还有就是建立他们的肌肉 那建立肌肉的部分我会比较多激励 但是激励之余 因为毕竟肌力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很累很无聊 所以像今天的课程 我就会设计比较让他们有动态的跳舞的 因为跳舞它其实除了协调性 还有我们的肩关节 还有肌力的部分 它都还是有参与到在里面 甚至平衡的部分 我们还是多一点点训练 防止他们跌倒 所以在这块的部分 我就会多一点心思去 除了作者的运动 站着运动 我们可能还要设计到协调性 平衡性这些功能 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小时内 可以让他们 第一个可以让心里面觉得舒服 有运动到 第二个有社交 他们有互动之外 第三个他们的身体的机能 也比较好一点 年纪大了 最怕的就是失能老化 圣保路医院鼓励长辈多多走出家门 来听讲座 做运动 我们可能会需要知道说我们会面临到一些改变 然后一些挑战 那接下来会有一些可能压力会出现 跟情绪会出现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知道说 原来那是有压力的意思 或者是说原来我是有情绪的这样子 所以首先要察觉压力跟情绪 然后接受说我们会变老这件事情是正常的 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它是可以跟别人是有 跟社会是有连结的 就是不会说只有自己闷在家里 然后就是越想就越觉得说 啊老了 没有用了 剩我在家里一个人了这样子 所以走出来社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郑宝路医院在103年到现在 跟我们社区的合作连结 带来了很多的卫生的教育 以及公卫的用药的尝试 这一段期间呢 老人家在透过这个公卫教育呢 跟经常促进的活动啊 其实是增长了不少 尤其是在用药方面 他们懂得知道如何去用药 第二个在透过运动的过程里面呢 让他们身体的机能啊 也能够有所发挥 最起码他们的肌少症啊 已经慢慢的慢慢的 不会很快的流失掉 增加他们的一个 一些激励的训练 同时呢 在跟社网路的合作这些期间呢 我们的长辈啊也会打电话 询问说 他的病情应该要如何的治疗 或者需要看哪一科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因为 生保育健康科啊 他们带来的一些成果 让生根地方 让我们的社区长辈啊 都非常的欣慰以及高兴 鼓励社区长者多运动 搭配活泼轻快的歌曲 设计有互动性 直去微性的动作 长辈可以跟着指令 和音乐节拍 琴风跳 活动筋骨 又可以结交新朋友 享受健康充实的乐龄生活 记者林家敬 陈姓韦发得台湾报告 帮助行动签 和音乐节拍摄